五師麥莉爾表演現場氣氛炒到最高潮 象徵旺旺來鳳梨交給市長林又昌 期盼國門廣場第一期工程完工啟動之後 一早疫情一霾 這個三個月來的疫情 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希望用基隆國門廣場的啟動 來驅逐百年的瘟疫 那在這個疫情解封之後 我們台灣人民的新生活從基隆國門來開啟 我想我們在這一段期間 除了防疫的工作之外 其實建設是不停步的 所以今天國門的一個開啟 代表的是一個新的階段 我們基隆市港過去是一個服務貨的港 這個城市也是一個服務貨的城市 所以我們整個都市的公共空間其實非常的缺乏 那在這幾年來我們在火車站周邊地區 推動了市港再生標竿計畫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國門廣場 那這是第一期的一個工程 現在來完工啟用 那晚上還會有這個水舞以及光雕的一個表演 那接下來在我們的一個這個轉運站完成之後 還會接續的第二期的一個工程 將整個國門廣場把它完成 那我想今天是一個新的一個起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用一個新的一個儀式 也就是我們會一起大家擊鼓 然後把瘟疫驅除 另外也代表著大家齊心協力 開啟一個新的起點 那最後呢我會跟所有的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所有基隆市的議員 把這個工程的圍儀把它解開 那把這個廣場把這個地方還給基隆市民 啟用典禮上 市長黎又昌帶領市府團隊幾鼓喊聲 啟用基隆國門廣場 耗17年 國門廣場計畫由市長黎又昌 立委蔡思印一起推開圍儀 象徵第一期工程完工 我們雖然剛開始已經畫出了很多的願景圖 那我們市長黎又昌秀光這套圖 大概畫了15到20次的重套圖 因為任何一個改變跟同意 跟不同的看法參與之後的共識 我們就要改圖了 所以一個是協調 協調非常的算 所以我們說穿著衣服改衣服 才會有現在的臨時站 然後國光革命 綜藝路線通 就一步一步的到位去鋪陳 可是最怕的事情實際是 你沒有一個長期的願景 你就會做一個是一個 然後做起來就會 大家就知道就會非常的不好看 因為只想一個 可是我們有長期願景 然後願意改圖設計圖 這樣持續的變更跟這樣子的改變 才能去做出來 困難點大概就是地主的協調 還有這個規劃設計 那個規劃團隊也願意這樣一直在修正他的事情 當然最辛苦我覺得還是我們的同仁 這邊這樣整理就比較乾淨 然後可能大家 因為有整理過比較好 用走路的可以逛比較多 可能如果像喜歡拍照什麼的 就比較好拍這樣子 對啊就很舒服啊 可以慢慢散步那種感覺 對 有沒有真的看到基隆在改變 有 變蠻多的 這邊都連橋都不見 就變很寬敞 寬敞很多啦 對對 那這樣視野就開闊了 對對 原來我們這種三層 就被前面那個 之前那個建物擋到 基隆新地標國門廣場 是由宋楚瑜的女兒設計師宋正麥超刀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設計裡面 跟著整體的這個市港標竿再生計畫 成為其中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在西岸這個旅運的服務盒裡面呢 把整個圓環原來 就是作為交通的服務的 這樣子的一個轉運的空間呢 成為剛剛像我們委員有說到 就是整個五千 超過五千公尺的這樣子 在基隆市區難得 可以有的一個集結休憩 可能可以來玩水 甚至我們處長常常講 談戀愛的 晚上的一個很有氣氛的一個港邊的 鬚鬚海風的這樣子的空間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們基隆其實常常都在下雨 所以這個整個水景的意象 其實也很符合我們宇都的一個期待 就是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跟領海而生 然後跟領水而居 所以我們希望說 原來的這個圓環的基座 運用一個水池的意象 把它轉化成 從原來一個很很 奇觀的一個 具象的一個雕像呢 成為一個大家可以親近的 這樣子的一個水池 看到國門廣場 從不可能變為可能 其實滿激動的齁 記得當宥昌市政府 開始提出這個案子的時候 跟我談過 我們剛開始跟營建署 跟內政部在談的時候 老實講 中央單位是滿壓抑的齁 中央單位從來沒有想過說 做一個海洋首都 做一個郵輪母港 可是我們在這裡 卻沒有一個像樣的廣場 所以後來我再跟他們談完之後 中央從華儀變成支持 那我也非常高興 後來在前瞻基礎建設預算裡面 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也用了這筆預算 來大力的協助基隆市政府 我們看到了路橋的拆除 看到了前面的房屋的拆除 甚至是我們的這個圓環的拆除等等 這些過程當中 有賴中央的預算支持 地方的執行 那我也看到非常高興 整體的規劃設計 我們看到宋建築師 他們設計的內容非常的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內容 也讓中央最後在評選的過程當中 給予很大的支持 那我要講的是 基隆做一個海洋首都的 國門廣場 是名正言順 名副其實 那當然 這只是 開始的第一接種的工作之後 我們為基隆 創造了5000平方公尺 新的我們的路易面積 未來還搭配了東岸廣場 以及火車站周遭後續的更新計畫 我相信會讓基隆市民 站在這個地方 會讓外縣市的觀光客 外國的觀光客 站在這個地方 看到基隆 正在1.1滴的進步大中 而是因為 會在這個努力之下 繼續的往前 跟我們中央地方 繼續來合作 基隆市議會 不能站在前線 可是基隆市議會 從來沒有去反對過 國門廣場的任何 一分一毫的預算 所以我們今天議會很多人 來共同參與這個盛市 我們真的都是相當的興奮了 過去大家如果印象還有的話 知道這裡是道路跟圓環 但是我們現在是一個市民活動的空間 那這個國門廣場的打開 也代表著我們的城市博覽會 相關建設揭開序曲 那我們也希望 藉由這次國門廣場的打開 結合整個防疫新生活的展開 我們希望能夠在疫情趨緩的時候 能夠讓我們的城市博覽會 順利的舉辦 那這個地方也是我們城市博覽會 一個開幕式的一個主要的舉辦的一個場域 所以今天藉由這個良辰及時 來把這個國門廣場的圍禮來打開 基隆國門廣場正式啟用 晚上進行水舞表演測試 市長劉昌在臉書和民眾相約 一起迎接6月10號的城市博覽會 記者黃稍民基隆報導